有查過了577件 那扣押的口罩有83萬832片 那這個目前這些口罩都扣押在海關 那我們還是在進行後續的行政跟刑事的程序 並未留入十年 那大概這兩點簡單跟大家討論 就如同昨天跟大家 除片標示 讓民眾能夠清楚的 就是當應的過代的年齡廣場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思考就是看到 大部分在醫用跟非醫用這兩人頭上 在當外強合的部分 因為醫用是屬於未育食藥署 那非醫用是屬於經濟部的 那這個大概今天早上也有開會 那我們大概相關的一些行政管理措施 如何讓民眾更加清楚的一些辨識 那我想說明天大概在會診之後 然後希望能夠跟電腦報告之後 然後打開一定能夠實施 昨天有報告 最後調查的結果 大概會幾週之內 可以跟大家 所以 緊張在兩週之內跟大家報告 那我大概在這裡要特別的說 就是說 口罩國家對他去禁非醫用的口罩 我們原則上在還沒有說 相關有確實的調查 他有犯罪的事實的時候 當然應該是說還是要認定 他是正常的商業用 所以說這個也是關係到那個 口罩國家對 也是市面上的一些流向的管理 相關調查的程序應該是 還是要比較嚴謹一點 第一個就是在上一波開雪前 剛才是徵用地能徵用800萬片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 隨著疫情也比較有上升的趨勢 那時候口罩當然需求量就會比較緊 那現在開雪之後 疫情又能夠限好 像我們比較吃 所以口罩的需求量 目前大概日增800萬片 大概它伴售的都還是在800萬 所以原則上說 如果去問的話 這樣目前的供求數量 是沒有問題的